嘿,大家好,我是力尉,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今天是9月1号,也是劳力士推出2020年全新表款的日子 那么今天影片就跟大家聊一下 劳力士在今年对哪些手表进行了升级和改动 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手表推迟了他们的新品发布 像劳力士这种世界知名的品牌 很多表迷都一直在期待着这一天 看了劳力士对哪些系列的板表进行了升级 那么今年劳力士主要针对它的四款板表 推出了新品或者进行了升级 分别是劳力士的submariner水鬼系列 digest日志系列 Oster Perpetual豪士红筒系列 和Sky The Wilder天心者系列 那么这里面最受大家期待的一定是它的submariner水鬼系列 我们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其他三个系列有哪些新款的手表 然后再重点的聊一下submariner水鬼系列 首先它的日志系列推出了两款新表 都是31毫米的表身直径 一款是配有全香钻表圈,紫色表盘的腕表 另一款是绿色表盘,外面配有白金牙圈的腕表 这绿色表盘的腕表我自己非常的喜欢,非常的好看 但是它只有出这个31毫米的case 如果它出的是41毫米的digest 我觉得那款腕表会卖得更好 那么31毫米表径的腕表比较适合女生来佩戴 另外就是Oyster Perpetual豪士红筒系列 它作为劳力士的入门级腕表 这一次推出了一些不同表盘颜色的腕表 主要面向的用户是一些年轻人或者女士 这个系列也有推出不同的尺寸 包括31,34,36,41毫米,不同的尺寸 如果你喜欢一些比较鲜艳的表盘颜色 可以看一下这个系列 但是我自己个人给大家的建议 如果作为你的第一款劳力士腕表 不要买这种颜色特别鲜艳的 最好是去买这种黑盘,白盘,蓝盘,绿盘 这种经典颜色的手表 不要买那种特别鲜艳的表盘颜色 另外这是Sky Dweiler天行者系列 作为劳力士最复杂机型的腕表 这一次它首次推出了采用胶皮表带的腕表 劳力士配备的胶皮表带 我觉得更加的elegant 但是我觉得这款手表 还是配在豪式表面上更有味道 下面就跟大家聊一下 大家最期待的submariner水轨系列 今年劳力士对水轨系列腕表 进行了两大升级 第一个是采用全新的表壳 表身的直径从原来的40毫米 上升到41毫米 表量的宽度也上升了1毫米 从20毫米上升到21毫米 早上我有到一些论坛 看到了有些网友 已经拿到了这款全新的submariner 还有一些对比的图片 基本上从对比图上很难看出来区别 41毫米跟40毫米的尺寸 其实相差不大 而且全新的41毫米的水轨 它的表饵做的相对更加纤细一点 所以戴在手上 不会比老款的40毫米的水轨大很多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升级是这款水轨采用了全新的机芯 caliber 3230的机芯 它的储能时间上升到70小时 另外采用了劳力士paraflex的防震技术 这样使得这款运动板表更加的防震 也更加的耐用 70小时的储能时间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升级 像我带惯了金融的6235机芯 储能时间也是70小时 即便是周末两天我不戴这款板表 也不需要在周一的时候重新上链调时间 那么从颜色上来说劳力士停产了上一代的绿圈绿盘的绿水轨 Hawk取而代之的是推出了绿圈黑盘的绿水轨 跟第一代的绿水轨Kermit非常相似 只不过它的表圈是陶瓷圈 另外就是之前白金款的蓝圈蓝盘的水轨 也被蓝圈黑盘的水轨而取代 其实蓝圈黑盘的这个配色我自己非常的喜欢 只不过这款手表并没有推出不锈钢的表款 同样是全白金的 它的货量比较少 而且价钱又比较贵 我觉得如果它推出蓝圈的不锈钢表款的水轨 应该会卖的比绿水轨更好 总的来说呢 我觉得这次劳力士推出的新款万表 对之前的版本进行的改动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劳力士这种历史悠久的手表品牌来说 这些改动应该也算是比较多了 像新款的水轨的话 在Authraest Dealer依然非常的难买 除非是你跟你自己当地的AD关系非常的好 如果你在你的AD没有消费记录的话 应该很难买到水轨 好了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那边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的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